主席 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先針對今天整個會議程序的部分 先做一個補充說明 今天會召開這個會議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之前 這個博多公司在向環保局申請這個環品審查的時候 環保局以我們公司不是開發單位這個理由 拒絕審查這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 那這部分最後是經過法院判決認為說 博多公司他仍然具備這個開發單位的一個資格 所以必須要繼續審查這個環品 那也因此我們看到今天在 在這個有一些單位的書面審查意見單 他仍然去主張說博多公司他沒有辦法進行開發 他不是地上全人 所以認為說應該要駁回這一次的一個環品申請 我們認為說這些文化局 這個都發局以及社會局這些單位這個理由 基本上已經在之前的那個行政法院訴訟上面 法院已經都予以駁斥掉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本次這個程序上 我們還是具備開發單位一個資格 可以申請這個環品的一個申請審查 這我們先做個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也是一樣程序上的部分 因為本件的話在上一次的這個會議上面 最後的定案是說要等這個 等素保跟都審審查完畢之後 再來進行環品的一個審查 但是目前這個素保跟都審的部分 博多公司這邊都有申請 但是一樣這個 這個台北市政府跟這個都發局 一樣都是跟上次這個環保局一樣的理由 都認為我們不是開發單位也拒絕審查 那這部分的話都還在這個法院的訴訟當中 那換句話講素保跟都審的部分 目前是都還沒有定案下來 那如果說在這個素保 素保跟都審都還沒定案下來之前 我們現在繼續召開這個環品的一個審查的部分 是不是會跟上次這個審查結論有所抵觸 我們也請這個各位委員這邊呢 也考量到這個問題 我們先就這個 這個程序上的部分先做一個說明 那其他的部分是我們交友那個來說 那主席各位委員 那我這邊來做一些剛剛民眾所提問的一個回覆 那關於設計的部分 我們這個案子的設計的部分的話 那因為陳如剛剛我們這邊團隊所說 因為目前都審這邊我們雖然有送件 但都審這邊不願意審 所以目前的一個我們設計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最新的一個設計的方案 也就是說在這個設計的方案 我們還是依照目前我們所提出來的一個跟設計的方案 那未來如果說都審那邊他們審定了以後呢 我們會按照都審一個審定的設計方案來執行 那日照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也有做一個相關一個冬至的日照檢討 那在環縮書裡面也都有 那這個部分因為環縮書都已經有上網 那就請民眾直接上網去查閱就可以了 那旅灣說明會的一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我們雖然說我們環縮書明會只有在 只有說我們是六月 99年6月12號的那一場是我們環縮書明會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在跟當地的里民還有當地的居民 我們召開了很多次的一個說明會 那整個說明會 歷次的說明會呢 這個民眾都有出席 那我們也有相關一個紀錄 那在大人里民眾所提到的一個交通的部分的話 計畫道路我們在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本身的規劃 計畫道路是11米沒有錯 那我們在福德街84項 這邊我們也是預計拖寬14米 但是目前的現況的話 現況的情況是中間的那條計畫道路 現在目前是否已經自行開闢了 那這也是民眾所說的這個計畫道路開闢以後 不足11米的一個情況 那這部分其實並不能歸著於我們開發單位這邊 因為我們目前其實沒有做任何一個動作 那關於另外一個民眾所提到的一個專探的部分 還有這個地址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也請了專業的專探公司 來做一個專探評估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也有把我們的專探評估報告也把它解覆進去了 那民眾也可以去下載來查閱 謝謝 小朋友我們就請委員提審查 請這樣拍一下 來